嗨 你好 我是道慈 歡迎收看Sony台灣的頻道 我們今天會利用四個生活中常見的小道具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利用這些東西 讓你的人像攝影變得更不一樣 今天我們使用的相機是Sony的ACC 我會利用ACC這台機身搭配Sony推出的三個小鏡頭 包含了24、40還有50的三個焦段 我們用這些不同的焦段搭配不同的道具 可以讓你的人像攝影看起來更不一樣 OK 首先我們的第一個小道具就是我們的披薩盒 你一定會想說為什麼小道具裡面會有披薩盒 我們有時候在海邊如果想要拍一些野餐的感覺 我們就可以用披薩盒來拍攝一些第一人生視角的 拿去披薩那個畫面其實也非常的有趣 我們第一顆鏡頭使用的是24mm f2.8這個鏡頭 這個鏡頭本身就是一顆廣角鏡頭 我們都知道廣角鏡頭會比較有張力感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種感覺來創造出第一人生視角 拿取披薩盒的感覺 首先我們今天就準備了一個披薩盒 而且這個披薩盒有一點不太一樣 它有個洞 我們已經挖好了一個洞在它的後方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把鏡頭 伸進那個洞裡面來拍攝第一人生視角的畫面 這個時候你可以先想像一下 因為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會需要比較深一點的景深 因為你要拍到披薩盒前景跟後面的model 所以我會建議在拍攝這樣子的畫面 你可以把光圈稍微縮小一點 來爭取比較大的景深 先請model幫我們把披薩轉過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鏡頭伸到這個洞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請model來拿取披薩 你從這個洞裡面進行拍攝 你就會前景是披薩後面是model 你就可以拍攝一些 好像在海邊在樹下面拍攝一些很開心野餐的畫面 接下來我們想拍一個把檸檬塊丟到水裡面 揚起那個水花的畫面 這個時候我想要使用比較大的光圈 來追求比較前景深的感覺 讓我的焦點只有在檸檬塊跟漸起來的水花上面 model會是虛化的 這個地方有一個小tip就是 我可能會需要開設高速的連拍 因為待會掉下去的瞬間其實非常的快 使用連拍比較能夠幫助你拍到那個瞬間 我們先請model幫我坐下來 然後用你的左手稍微拿起這個水杯 然後你很開心的看這個水杯 然後就很像你要跟別人乾杯一樣很開心 一個下午茶的時間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一邊連拍一邊丟下去 那同樣的 我們一樣利用廣角的特性 我們可以再做一些變化 然後手上剛好有個相框 那現在也差不多來到夕陽的時間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可以把相框插在沙灘上面 然後我們利用相框當作前景 然後model在後方 我們就先在海邊找一個地方 把相框先插在沙灘上 然後你稍微利用錯位的方式來看一下它的位置 再幫我往海邊走一點點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相框也清楚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光圈縮小一點 然後你把ISO調高一點 然後或者把快門放慢一點 接下來是我們第二個部分 我們第二個部分的道具是比較偏向柔膠的 那最容易取得的柔膠用的道具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保鮮膜 大家家裡應該都有保鮮膜嘛 那保鮮膜其實本身柔光效果蠻好的 而且我覺得它跟一般柔膠勁比起來 它有一個優勢就是因為它可以做成立體的 就當今天現在我們遇到一個比較逆光的場景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去就是讓保鮮膜有不同的角度 這樣子就可以讓你的鏡頭前面會有不一樣散景的感覺 所以我們接著就用40F2.5G這顆鏡頭 我們搭配保鮮膜 我們先來在逆光的情況下 拍點照片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位置其實很好 我們就讓它有點側身 就是陽光從它的側臉過來 我們從這個地方拍過去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的曝光 如果抓的曝光低一點的話 就會變成剪影 然後我們現在要的是逆光的感覺 所以我們把曝光 還是針對Model來做曝光 就曝光量會稍微多一點點 這個時候保鮮膜一開始在拍攝的時候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你可以讓它盡量先平坦一點 平坦的貼在你的鏡頭上面 稍微順一下 對很好很好 然後再看我一張 好 接下來你可以稍微去調整一下 這個保鮮膜的構造 然後我們就可以讓它 更有一些光芒的感覺 很像是從水面反光上來的效果 它就會變得比較輕柔一點 然後風格也會變得比較有趣一點點 我們稍微延伸一下 剛保鮮膜的部分 如果你不想保鮮膜那種不可預期的感覺 你有比較充足的預算 你希望每次拍攝都是可以控制的 那這個時候怎麼樣呢 身為一個攝影師 隨時口袋裡都可以掏出一個柔膠鏡 那你除了一個柔膠鏡之外 有時候你喜歡花俏一點 你也可以柔膠鏡加上心盲鏡 加上任何你想要搭配上去的東西 可以把它組合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達到一個 跟剛剛保鮮膜有點類似的效果 它除了有柔膠之外 也會造成一些光線斑斷的感覺 我們一般在買柔膠鏡的時候 不太會針對每顆鏡頭的口徑去購買 因為你可能有很多種不同口徑的鏡頭 那你就可以買個稍微大一點口徑的 你就跟剛剛保鮮膜做法很像 你就把它放在鏡頭前面 然後就這樣去做一些簡單的拍攝 那有時候我們也可以利用玻璃杯之類的 然後寶色瓶什麼其實都可以 然後在逆光的時候 它也可以很容易的去形成一些散景 那如果你想要讓畫面稍微豐富一點點 增加一點不同的效果 你可以試著在四個角落 或者是正上方 稍微加入一點點杯子的透明的邊緣 來製造一點點散景的效果 那可能整個照片看起來 就不會只有單純的拍攝 那麼的簡單一點 可以多一點不同的元素 好我們先到了第三種小道具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很多種了 那在這一part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光線已經漸漸按下來了 我們在那個海邊 像已經差不多落到海平面了 這個時候呢 天色會按得非常的快 那我們第三種要分享的道具 就是偏補光的道具 講到補光道具 大家第一個反應 可能想到的都是可能像光棒啊 閃燈之類的東西 但我們今天呢 就要用一些隨身可以拿到的小道具 而且同時呢 它還是可以入鏡的 比如說像仙女棒啊 或者一些燈串之類的東西 當你已經在拍攝仙女棒的時候 仙女棒會噴出一些火花 那這些火花呢 可以就是利用比較長焦段的鏡頭 把它變成像散景的畫面 今天呢我們在這一part使用的就是 Sony新出的那顆50mm F2.5G這顆鏡頭 那提到要用仙女棒拍攝啊 有個重點是一定要先提醒的 就是尤其像在這樣子海邊的場景啊 你要點燃一隻仙女棒 其實呢你會需要一個很重要的道具 就是呢防風的打火機 如果你使用一般的打火機啊 其實常常在海邊會點不起火來 另外呢仙女棒呢 我們也是比較推薦這種 比較粗一點的仙女棒 那因為比較細的仙女棒呢 它燃燒時間比較短 那可能在拍攝model的時候 然後可能很快速火就已經熄滅了 你可以看到火光就已經很明顯會在model的身上 利用把對焦對在model身上 然後讓這些火光呢變成散景的感覺 當然啦你也可以把對焦對在仙女棒上面 讓model變成散景喔 也可以呈現出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效果 好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稍微用燈串來代替補光的工具 那一般你都可以買到像這種簡單的小燈串 那這種燈串呢其實光線不會很強 所以呢讓model稍微讓臉再盡量靠近那個燈 因為現在海面已經非常的暗了 然後呢這個燈串呢跟遠方的燈光 會變成唯一的亮點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呢 拍到一些就是有點寧靜感覺的照片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是今天的四種小道具的最後一項 那最後一項呢就是大家手上一定都會有的就是手機 那手機的話呢因為它表面是一個鏡面的平面 所以手機其實是非常適合用來做反射的一個道具 那我們在夜景拍攝的時候啊 大家一般出門去拍照 比較多的情況是你不會帶燈距 你不會帶著持續燈 你不會帶閃燈在這張拍照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會觀察一下環境中的路燈 那我們都知道路燈一般都會比較高一點 那它會有點接近頂光的感覺 所以呢其實我們單純站在路燈下 也要稍微抓一下就是路燈光線下來的位置 我們可以請你要拍攝的對象 稍微離路燈有一點點距離 讓它變成是一個微微斜射的感覺 這個時候呢你再搭配手機的反射呢 你可以做出一些滿有趣的夜景拍攝的效果 那你幫我稍微臉有點往上看一點 對大概看這個方向 然後我們搭配後面呢有一些燈光的散景呢 然後我們只要把手機呢 簡單的放在你的鏡頭前面 就可以做出一點點反射的效果 那當然呢因為你的手機呢 並不是一定要是水平的 其實有時候你也可以故意把它擺得有點傾斜 讓它去抓到一些周圍環境中的光線 讓這個效果變得更明顯一點點 甚至是像上面的路燈呢 你都可以找一些角度 讓它做一些重疊的感覺 那像如果啊 你身上剛好有一個補光設備 譬如說一隻光棒 或任何一種包含閃燈啊 或是各種小型的燈 那其實你都可以拿這些補光設備來做補光 那像這樣子已經全黑夜景啊 你可以搭配橙色的燈光 像橙色的燈光變成這些散景 那你的主體呢 可能就會在一個全黑的區域 那如果你只有一個人 就像我現在這個樣子 你只有一個人的話呢 那其實你可以一手拿著你的補光設備 另外一手拿著相機 但這樣子的拍攝啊 如果你今天以一個50左右的焦段 大概就以半身為主 當然如果你有廣焦點鏡頭的話 可能就可以拍到比較廣的範圍 但就看你 像如果像我現在啊 想要追求一點後面的散景的話 其實用50焦段拍點半身夜景的感覺 其實效果也是滿好的 好那我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了四種 我覺得在拍攝人像上 可以用到一些小道具 那我們從白天到晚上 其實我們用到很多日常生活中 其實簡單就可以拿到的東西 比如說像保鮮膜啊 像手機啊 我們常說在看一些其他攝影師拍攝 會覺得為什麼人家好像很多創意 或很多想法 但很多時候啊 這些創意想法的東西 都來自於你生活上的小道具 那你把這些東西融合到你的人像攝影中 其實可以讓你的人像攝影呢 再產生出更多不一樣的想法 好所以希望呢 大家回去之後呢 也許也可以拿你身邊的一些小東西 嘗試不同的方法來試試看 好總之今天就到這邊 我是道慈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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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會有請問 按讚 按讚 感谢观看